學生招會開始 全體肅立 向師掌行早安禮 敬禮 老師請坐 學生請坐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大家早 今天是我們新學期的開始 開學的第一天 一定是要做我們最重要的 叫做反霸凌宣導 就是反毒 反黑 反霸凌 這個也是我們政府的非常重要的政策 我們看到媒體每天報導 因為毒品 因為霸凌 很多青少年身心受到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希望同學能夠來落實 就是反毒 反黑跟反霸凌 特別是反霸凌 在我們桃子角 是一個非常優美 像個美術館一樣的學校 我們在這麼優美的情境之中 不要再有發生霸凌這樣的行為 所以要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 才能夠營造我們校園友善的一個氣氛 祝大家能夠在開學的第一天 就能夠把反霸凌 作為我們自己非常重要的一個任務 好 以上報告 訓練苦練 生無可練 移情別練 戀愛一定要早好練 道一成教練 我今天來到新北市板橋高中 有一個特殊的任務 來了解板中的同學 對霸凌的認識有多少 老師你好 我是陳教練 陳教練好 你好你好 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你 請問一下什麼是校園霸凌行為 校園霸凌行為就是個人或集體 透過肢體 語言 文字或圖畫等方式 對別人進行惡意不友善的攻擊 造成別人受到身心傷害或是財產損失 這就是霸凌的行為 校園如果發生霸凌事件 就是老師最難過的事 最重要的是不能漠視霸凌的存在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推廣這件事情 沒有錯 絕對不能冷漠 對 謝謝老師的提醒 謝謝 你好 我是陳教練 喔 你好 請問你是 我是新北市中小學家長協會的理事長 太好啦 我今天來到校園裡面 就是要問大家一些有關於霸凌的問題 請問你站在家長的立場 是如何看到霸凌這件事情 但我們要配合學校 支持學校保護孩子 真的是上了一課啊 謝謝會長的分享 那聽說今天校長借著龍頭 有來到這裡 我趕快去跟他聊聊 我先走了 校長好 我是陳教練 喔 今天來出任務喔 沒有錯 就是為了校園霸凌事件 讚 就是大家一起來關心 我剛剛已經問過老師跟家長了 他們是反霸凌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我現在想要問校長 能夠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來減少校園霸凌的發生 這個問題好 校園霸凌在學校裡面推是 全方面的推 是 校園的友善環境的營造 班級和諧氣氛的營造 然後呢 推透過非常多的課程 學長活動 然後如果有困難的同學 輔導活動 一起來協助 最後面家長 也大家一起來配合 讓校園的霸凌 可以在第一個時間 就被解決掉 好 讚 接下來要麻煩你 透過校園的訪問 讓我們的同學 增強對於校園霸凌的認識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陳嘉莉什麼都會 全都你了 好 加油 OK 就加油了 謝謝 好 停 停 停 哈囉 停停停 大家好 你們知道我是誰嗎 不知道 我告訴你 我叫陳教練 我跟你講 很多人都是我的學生 我什麼都會 午夜天是我教的 831也是我教的 今天恭喜你們 我要來教你們樂器 不是 你們現在這樣看我什麼意思 人眼旁觀 我覺得你們有在霸凌我的嫌疑 來拿著 霸凌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你不能夠冷漠 不能夠沉默 你一定要站出來 站出來 不講話也OK 但是你要站出來 反送熱音 音樂 我要去訪問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去訪問下一個社團 音樂繼續 你撞到我了 你要道歉 那你有本事就從這裡這樣撞過去 我就原諒你 鑽過去 可是你怎樣 你撞到我了 你剛才是撞到我 是不是 鑽過去啦 你鑽過去我就原諒你嘛 喂 喂 喂 好了沒 你們現在是在幹嘛 集體霸凌同學是不是 沒有啊 我們就是在話劇設 我們在排練 你們在排練是不是 不好意思 讓你們繼續鑽 不要鬧了 我實際上很寶貴 我是陳教練 我今天來到學校裡面 就是要問你們一些 有關於霸凌的問題 被霸凌者 他會造成什麼樣嚴重的一個影響 就是他會 可能肢體上會 身體會受傷 身體受傷 然後心裡會受到傷害 可能不想去上學之類的 對 然後有可能受到傷害之後 他反而又去霸凌別人 變成一段二性的一個循環 對 陳教練時間很寶貴 我要繼續去教 下一個社團 有什麼問題 打給陳教練 587 587 207 587 587 207 OK 有問題 Call我 不盡理解散 1 5 1 2 大合 3 5 5 6 3 5 4 6 6 4 5 音樂先停一下 大家好 我是陳教練喔 我跟你講 我今天來到校園裡面有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問大家有關於反霸凌的一個問題 如果你被別人欺負 被別人霸凌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我會勇敢 勇敢反抗 勇敢反抗 沒錯 然後跟老師講 請求施展有幫助 對 你要大聲說出來這個沒有什麼 被霸凌其實沒有什麼好丟臉的 只要勇敢的說出來 對 這樣就好了 請問你知道 新北市反霸凌專線是多少嗎 知道 多少 秀出來 29560885 29560885 大家觀念都非常好 送一支舞給你們 音樂 音樂 好的 音樂停止 我要繼續去訪問下一個社團 繼續加油 走走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陳教練 陳信安是我教的 趙哥也是我教的 Curry是我教的 LeBron James也是我教的 告訴你們 今天我教你們打籃球 你有沒有看到 陳教練不是當假的 我告訴你們 今天最主要的 來到校園的任務就是要告訴你們 一些反霸凌的一個觀念 你有沒有看過我霸凌的狀況 有啊 有啊 你當時怎麼做 就幫他啊 幫他 對啊 那你有沒有霸凌過別人 沒有沒有 我都被霸凌 你都被霸凌 那你怎麼處理 你自己被霸凌的時候 找朋友 就是一起 我就找他 找他 一起反霸凌回去 對 就是去找老師 他會幫我 他會帶我重訓 好 看到沒有 如果想學偷懶的話 打給我 587 587 207 終於訪問完同學了 我發現現在的同學 對霸凌的認識 比我們那個年代 好太多了 可見老師們 對反霸凌的推廣 可以說是做得非常好 但是我們的任務 還沒有結束 我們現在 要去問一下 新北市教育局的大家長 張明文章局長 看看他為什麼 能讓反霸凌 那麼徹底的 落實在校園裡面 出發 欸欸欸欸 欸欸欸 局長你怎麼在這 欸 我是陳教練 欸欸 局長好 漢典兄 是 你怎麼在這裡啊 對 因為我剛剛去忙了一圈 我終於來到局長室 哇 你的才華 是我們同學的榜樣 不要這麼說 喔 那你的才華 我希望大家可以認識 校園反霸凌 是 希望我們的努力喔 一起來做 能夠讓學生有一個安全 不霸凌的校園 沒有錯 所以我希望你啊 能夠透過你的幽默 讓同學的示範 能夠讓大家認識 校園反霸凌 來一段吧 千端 雲端 乃至於反霸凌的那一端 都由我來為您做報導 大家好 我是李四端 人人皆會抱不平 校園從此無霸凌 欸 齁 友善校園啊 大家創 校園安全 熱熔熔 拒絕霸凌 有我平你 又有四端 你還沒用 真的隨便 一個三端 小伯母 帳 limp 不可以 教我的 每一次 都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和Formosa一起翱翔 梦想展开了明天希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